大家好,今天是在RAV4的社團裡面開直播 經理我是KT Racing 避震器跟我們有做避震器跟煞車的經理 之前有在這個社團裡面開過直播跟崔我們來分享 今天要介紹的車款當然是RAV4 之前的話我也忘記有沒有5代在這裡直播 但今天的話是4代4.5代 這款車應該是RAV4到目前為止賣得最好的 雖然5代已經要升到銷售排行榜的第一名 但這個4代的話銷售狀況非常非常好 但是這個4代的底盤會做得比較偏向舒適一點點 如果TNGA的話它會好一些 但是還是很多的TNGA 5代的車友有捧場 今天要介紹的是安裝KT的道路板避震器 雖然之前有做過直播 但是我們的避震器會隨著就跟手機一樣 會隨著不斷的更新的東西會不斷的進化 像目前有改變的東西應該是前面的彈簧 已經做成一個會更舒適的設定 那我們先來介紹一下今天除了安裝KT道路板的避震器 車友的概念也非常棒 也有加裝後方的仰角調整器 因為這台車後方是屬於一個多連桿的懸吊系統 如果後方降低之後 它後輪的角度 車友又改裝很漂亮的鋁圈跟輪胎 這很漂亮 這種的鋁圈形式 因為它的排熱有延伸到最外面 所以它有一個視覺放大的效果 而且這一顆如果沒有記錯應該是炫壓的吧 好 那我們再回到CAMBER的部分 如果一般車款 有的小車 像是Toyota Yaris Nissan Tida 這些小車的話後方 它算是一個扭力量拖一幣的系統 車高降低之後 後輪的話不需要考慮這麼多 就直接降就好了 但這一款車 或者是福特的Focus 或者是Mazda 3 或者是Civic 8 代 9 代 這些車款 當後輪的車高降下來之後 它的角度會變得比較趴 這個是比較誇張 但是它的角度變得比較趴之後 就有可能這邊的輪胎內側 會磨耗的比較快 那輪胎像這個輪胎 也很棒的輪胎 如果輪胎的正常來說 能夠行駛四萬公里 也許有可能輪胎的內側磨耗的比較快 有可能一萬多公里 兩萬公里 就得要換胎 那這樣就不太划算了 所以會建議車友們 如果車高降低的幅度 比較多的話 就建議要改裝後方的 仰角調整器 這個是後方 RAV4這個世代的一個仰角 但它仰角沒有辦法改變長短度 所以後輪的Camper角度 就沒辦法做改變 所以我們會改成一個可調式的 可調長短 讓它後輪的角度 Camper的角度 可以做這個角度的調整 其實這一台車 它的在下肢幣的內側 有一顆偏心螺絲 那一顆偏心螺絲 是能調整這個角度 竖角 可是在調整竖角的同時 Camper也會微幅 一點點的改變 但車高降低的幅度比較多 這個角度會改變的比較多 所以原廠的偏心螺絲就對應不到 就得要改裝後方的仰角調整器 那今天仰角調整器是 這個品牌是Summit的 我們Summit、Hard Race都有 但大部分都還是裝Summit 比較多一點點 然後後方的話 今天的車高 原廠這台車高很高吧 大概八九十幅 今天要降到我們KT的設定最低 也沒有辦法到很低 也都還有四指幅再多一點點 因為這款車它原先的車高很高 並不是四指幅還很高 因為降低的幅度 這樣降幅已經算很多了 那當阻尼加強 車高降低之後 開起來穩定度 自然就會好很多 像這一款的後方的話 KT的配置 彈簧公斤數是配置六公斤 前面的話是配置七公斤 前後的彈簧都是屬於專用規格的彈簧 後方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這裡好了 這個的話就是剛剛提到的 仰角調整器 這個橘色的零件 原廠的沒辦法調整 原廠沒辦法調整 改裝之後可以藉由這個的長短調整 來改變後輪Camper的角度 這個車也有改裝加大碟 這個是楊寶的 南晃的 南晃做的 所以前面跟後面的煞車 還有鋁圈、輪胎 都已經有做強化 都已經有做改裝 所以這個再加上便器降低 阻尼高低可調之後 整體的操控性 就會比原廠的RAV4還要來的改善很多 後方的調整機構 是做在上方 這個上方的話 原廠有一個橡皮 這個是原廠彈簧上方的橡皮 它的上方的話 這個橡皮是不需要沿用的 這個是有一個彈簧 它本來裝法是這樣 下方的話原廠也有一個橡皮 可是下方的橡皮 得要沿用原廠 上方的調整機構 跟KT的話有附一個橡皮 所以這些零件 都不需要再使用了 後方的調整機構 是坐在上方 這個地方 後方的話 其實這台車 如果有看過經理直播其他車款的話 就可以了解到 像這樣彈簧跟邊緣分開的結構 在安裝的時候 有一點特別注意的是 後方的彈簧 千萬不能壓縮過多 但這台車 我們的桶身 也沒有做得特別短 因為要把行程拉長 大概到120mm 所以它的長度比較長 所以比較不會有安裝上的失誤 可是五代不一樣 五代的話 比較會容易有在安裝上的一個問題 就是即時的一個成熟度比較好 才比較不會有安裝上的失誤 這個是後方 那後方的話 之前像這個禮拜 上個禮拜六吧 也有車友有安裝 車友有問到的問題就是 那後方的阻尼調整要怎麼調整 要怎麼調整 因為車友可能剛好沒有看經理直播 如果四代啊 從三代好了 三代的RAV4 四代 四點五代 它的調整方式都是一樣的 它的桶身其實很特別 它的桶身是斜的 所以它的阻尼調整機構 是做在下方 鏡頭的話 如果帶著的話就帶一下 在這個地方 好 所以手啊 需要繞到後方啊 這裡 再來做阻尼的調整 在這個地方 那有的廠家的設計 是設計在上方 其實這一台車的後面的避震器 可以正裝 你拿一支避震器給我 好 像原廠它是這麼設計的 但改裝之後啊 你要這麼裝也可以 要這麼裝也可以 因為它的結構都是一樣的 可是 如果正裝的話 它的阻尼旋鈕在上方 車主的話就比較自己難調整 就需要到 有頂車機的地方 把車子頂高 才有辦法調整 但如果坐在下方的話 就很簡單 因為車友 把手啊 繞到輪胎後方 就能夠調整到 桶身下方的阻尼旋鈕 所以 軟硬的話 可以自己調整 可是 高低的話 就可能需要 像我們專業的技師 才有辦法 幫各位來做 側高的調整服務 這個之前應該有介紹過吧 網美要這樣 好來 這個是 也是日本 因為這台車是進口的 所以這台車是 TOKIKO製造的 這個品質也都相當的不錯 它的阻尼因為 它避震器擺設的位置很特別 也是像這樣斜的 而且很靠近支點 所以它的阻尼原廠就很重了 但是 以這台車來說 這樣的阻尼設計 我們可以拿來跟 Nissan的 S-Trail T32來做比較 S-Trail 它的底盤 後懸吊的阻尼筒 也是擺設像這樣子的位置 可是它的阻尼 會比RAV4這個世代 還要來得硬很多 所以它一樣是原廠來比較的時候 它的操控性 會比RAV4 4.5代 還要來得穩定一點點 因為它的阻尼 原廠還是做得太舒適的一些 非常非常的舒適 那改裝的時候 也不是全然都有好處 只有都沒有壞處 不能老王賣瓜 只有講優點吧 它的缺點 就是在乘坐感的時候 它的舒適度 不會像原廠那麼好 可是它優點就多了 譬如說過彎時候的側頸幅度 這台車的車友們一定很有共鳴 它的側頸幅度很大 很舒適 但是後座的乘客很容易會暈車 因為它的阻尼 坐得實在是太軟了 太舒適了 所以操控性會變得很好 第二個 安全性會變高 為什麼改裝便器的安全性會變高 我們舉個例來說好了 當我們在高速公路上行駛 大概時數不多 大概100公里左右 前面臨時有散落物 那駕駛人臨時要做閃避的時候 像這樣阻尼比較軟的一個底盤系統 當在閃避過了之後 就很有可能會有一個失控的狀況發生 它的安全的極限會比較沒有那麼高一點 但是如果改裝便器之後 因為它側頸的幅度變小 它的操控性變好 所以不是說改裝便器就不會失控 而是它的操控性會比原廠還要來得高很多 相對的安全度也會比原廠來得好很多 這是後方的阻尼筒 那我們來看一下前面的好了 前面的話它是一個賣花層的懸吊系統 這個是賣花層 所以它的前面有一個上座 然後上座的下方有一個軸層 那這個上座所有的零配件 以前面來說 KT 全部都有附新品 這些零件都不需要再拆下來沿用 像這台車的車友 它里程數還很低耶 才三萬多 其實這個零件都還很好 但是這個零件萬一 車友也許有可能裝的是三代或四代之類的 里程數有比較多 那要沿用原廠的話 就比較麻煩一些 那不確定是不是這個原廠的狀況是不是OK 所以改裝KT的話就不用煩惱這些 因為防塵套、饅頭、上座 這些所有的零配件 KT 就都有附了 都是總層件 那原廠其實這裡有一個離載串的固定點 這裡有ABS感應線或者是油管固定架 這些的話都是跟原廠 KT都有符合這些相關的安全規定 好了 介紹前面是這邊嗎 這邊 好那我們換來介紹前面 前面的話 我們配置的彈簧是配置7公斤 它的上座的話是在引擎蓋 引擎蓋打開 就能看得到避震器的上座機構 上座的話 有附一個新品 在上座的正中間點 這裡有一個KT的LOGO 車友就可以自己從這個地方來調整軟硬度 往順時針的話 它就變硬 往逆時針就是變軟 可以從這個地方來做調整 那調整的秘訣有兩個步驟 第一個步驟 要先把胎壓 設定到正常的一個胎壓壓力 比如說這台車應該是18吋 18吋的話 原廠的胎壓建議值 就大概是3334左右 千萬不要打得太高 如果冷胎壓設定好了之後 3334之後 再來調整阻鈴 那調整阻鈴的方式 左邊跟右邊 勢必一定要對稱 前後的話可以不用對稱沒有關係 再回到避震器的部分 像這些離載串的固定點 還有這個是ABS感應線 這些感應線或者是油管固定架 這些位置都是跟原廠一樣 台灣的話倒是沒有 相關的安全規範來規範我們業者 可是這個的話我們 如果出口到其他國家的話 有的國家會針對這些小零件小細節 做一個安全的規範 所以我們這些都要符合相關的安全規定 在彈簧的部分 這一條彈簧KT比較特別 比較早期的設計是做一個直捲彈簧 但直捲彈簧它的公斤數是做 這台車是做6公斤220長 可是它直捲彈簧的一個 這個6公斤的話 對這台車重來說 會覺得稱度比較不夠 所以我們把這條彈簧 把它做成一個燈籠狀的彈簧 然後公斤數的話是做7公斤 那燈籠狀的彈簧跟直捲式的彈簧 有哪裡的優點 第一個公斤數比較高 高了1公斤 所以跟之前的設定呢 它的稱度的話會比較好 第二個就是直捲彈簧 它在遇到路面不平省的時候 它回饋會比較直接一點 都是直上直下的運作動 但是像這樣燈籠狀的彈簧 它的作動的話 有大概一部分的力道 會往兩旁釋放 所以它的乘坐感覺的話 就會比較舒適 第二點是 像這個彈簧 它的線近跟線近之間的距離 它拉得比較開 所以它彈簧的作動行程 在相同長度之下 會多了大概35%到36% 所以它的作動行程 也會比較舒適一點點 會比較多嘛 好 所以這台車的話 我們有這些小細節的一個改變 如果之前有看過經理直播的話 就可以從這個地方 來發現這些小細節 也不太一樣的一個地方 那這款車 我們在KT的一個銷售系統 我們這裡是台中彈子 是一個製造的工廠 可是我們從北到南 有北區的經銷商 有中區的經銷商 有南部的店家 都可以為各位來做一個試乘 或者是產品諮詢的服務 如果有任何問題的話 也都可以直接私訊我們小編 那像是在KT用料的部分的話 哇那這個說真的 我們是用料用得相當的不錯 以Toyota RAV4來說 這個是很經典的日系車 那車友們有很多 都是選擇日本TEAM的品牌 四代的話有很多嘛 已經有出了吧 但是五代的話 據說還沒有出啦 可是日本的TEAM 它雖然品牌很大 它的一個用料的話 也都相當的不錯耶 它用的料是 像油風的話 是使用日本最大品牌 NOK的油風 但KT的話 一樣也是使用日本 NOK的油風 在阻尼油部分的話 哇我們用的又更棒了 阻尼油的話 填充的是 意大利進口IP的阻尼油 在這個阻尼油的部分 像是 如果啊 有比較熱血的車友 有騎大型重機的話 意大利有一個大型重機的品牌 叫Aprilia 這個品牌它的前面避任器 跟後面避任器的指定用油 就是跟KT一樣 都是使用意大利IP的主力 它不是授權來台灣 在做混裝的油品 它是一整桶 從意大利進口的油品 雖然單價高很多 可是它的穩定度 非常非常好 所以我們都是用 比較好的一個零配件 那KT的話 是製造的工廠 我們並不是 尾油他廠來做代工 所以 即便用那麼好的零件 也許有可能 三年五年之後 主尼油有裂化了 或者是 裡面的 防塵套啦 或者是饅頭 有損壞的話 這些都是可以針對 單一的零件來做代化 而且裡面的主尼油 如果裂化了 它的乘坐感 可能沒有像新品那麼好的時候 就可以選擇來做翻修的一個動作 KT都有辦法 來幫各位來做服務 那如果車友們有需要試乘 有任何問題 請不用客氣 請跟我們小朋友聯絡 還有問題嗎 好 那今天的直播就到這裡了 下次有機會安裝到Raw4的話 再跟各位分享 謝謝大家 掰掰